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婚姻上一样幸福美满 在2000年千禧年的时候 她遇到了生命中的真命天子 台湾国家研究院院长吴承文 两人直到2006年登记结婚 黄湘莲与吴承文的婚姻说来也蹊跷 吴承文的妻子在生前与癌症做斗争 躺在病床上的时候 从不看歌仔戏的她 居然迷恋起了黄湘莲的歌仔戏 并对黄湘莲的演技很是赞赏 奇缘巧合下 吴承文认识了黄湘莲 后来由于母亲是黄湘莲的铁杆粉丝 为了给母亲的九十大寿增添喜气 吴承文邀请了黄湘莲 歌仔戏团前来助兴 没想到 受宴结束后 黄湘莲非但不收吴承文的钱 还给铁杆粉丝 也就是吴承文的妈妈 包了一包大红包 他们也因此成了好朋友 在这段婚姻之前 黄湘莲有过三次恋爱 并生有一儿一女 可能也是有这个原因 黄湘莲尤其重视这个婚姻 为了这段感情 黄湘莲放弃了她的事业 放弃了她挚爱的歌仔戏 选择吸引 全心全意去经营她的婚姻和家庭 由于吴承文是离过婚 并育有三个孩子 婚后的黄湘莲就是五个孩子的妈了 说到这里 不得不佩服黄湘莲的高超的为人母之道 黄湘莲把这三个孩子 当成自己的孩子一样对待 换来三个孩子也真心 把黄湘莲当成母亲对待 其实说是母亲 她们更像朋友 三孩子有事 可能不会找吴承文说 但一定会跟黄湘莲聊 现在五个孩子 发展得很好 其中一个成了专业人士 一个律师 一个医生 一个教授 2011年 黄湘莲付出出演舞台剧 《唐伯虎点秋香》 为了她最爱的歌仔戏 黄湘莲付出后 一直致力于把歌仔戏发扬出去 婚姻幸福稳定的她 现在最大的心愿 就是把她最爱的歌仔戏 发扬光大 歌仔戏永远的小生黄湘莲 魁为舞台十年 受文件慧之邀 与戏迷相见 为宣传付出作品 黄湘莲接受沈春华的专访 并分享她的戏曲人生 沈春华称 读黄湘莲唱歌声音 依旧好听处 身材宝石的好道 让她吓一跳 黄湘莲则一阳顿挫地唱着 回说自己 没做歌仔戏 但还是时事在练功 昔日小生 虽嫁作人妇 举手投足间 仍都是戏 还与六加上反应快 还笑主身沈春华 遇到她也会慢半拍 黄湘莲的表姐 也是知名歌仔戏演员的小咪 也来到录像现场 分享童年去世外 两人的演唱 也勾起现场不少人的回忆 黄湘莲在为歌仔戏 奉献青春岁月后 嫁给了中研院士吴承文 两人背景悬殊 黄湘莲笑说 真的是天差地别 人家是读书的状元 我是歌仔戏的状元 而提到两人相识经过 黄湘莲表提 冥冥之中命运的安排 并且跟老公吴承文生命中 两位重要的女性 紧紧相机 黄湘莲透露吴承文 会对她有印象 即使因为吴承文的前妻 在美国病榻前看电视 无意之中竟看到 黄湘莲演歌仔戏 还称赞她演得很好 很投入 正常期屡美的吴承文 想来不禁认为 是一份巧缘 吴承文的母亲 则是黄湘莲的 三十多年的忠实戏迷 吴母九十大寿时 更要求儿子请黄湘莲 到寿宴唱现场 在吴承文前妻过世后 黄湘莲协助照顾吴母 两人情缘逐渐累积 到谈到两人相处 小声言语中 也透露着甜蜜的幸福 黄湘莲透露 两人交往时 刚好遇到歌仔戏走下坡 工作陷入瓶颈 吴承文劝她 上台靠机会 下台靠智慧 并告诉她 干脆跟我一起 去云游四海 让工作三十多年 都没休息过的黄湘莲 毅然决然退出荧光幕前 黄湘莲说 吴承文很疼她 只要看到她心情低落 先生都会安慰她 我知道你的辛苦 我很佩服你 并尝读美她 是一朵出于尼而不染的莲花 除了老公鼓励她要不断学习 黄湘莲更因为决定要嫁给吴承文 而苦练英文 因为吴承文的女婿是美国人 媳妇是法国人 黄湘莲说 除了家里是联合国 吴承文出入各种学术场合 也都必须用英文沟通 黄湘莲说 自己嫁给吴承文后 差不多有两年时间的生活 都是鸭子听雷 开始连ABCD都不会 但我这个人的个性就是 要做就要做好 决心要踏入这个家庭 就不管她三七二十一 为了突破语言障碍 黄湘莲笑说自己之前 包括见面用语等英文 都用苦悲而来的 当年以俊秀扮相 黄湘莲成为荧光幕上 最受欢迎的小生 黄湘莲说 因为爸妈都是歌仔戏演员 自己打从娘胎 就在学唱戏 不过其实爸妈 因为深知学歌仔戏的辛苦 所以一开始 并不支持她唱歌 但在父亲过世后 13岁的黄湘莲 却也只好用这项天赋 开始养家 黄湘莲回忆童年 父亲虽然非常疼她 母亲对她却非常严厉 甚至在父亲过后 只告诉黄湘莲说 你的责任就是要照顾弟弟 压得年幼的她喘不过气 也让她从此对生活 没有安全感 长大后仍被恐慌症所扰 但也在母亲要过世那一年 母亲忽然打电话告诉她 阿母知道你在外面很打拼 你比一个男孩子都还厉害 黄湘莲说 妈妈从来没有那么温柔 没给过肯定 妈妈的话除了让她释怀 也鼓励了她后来的日子 当初荧光幕十年 这次演出黄湘莲 特别感谢老公 全心全意的支持 黄湘莲透露 和吴长文结婚数年 在美国看百老汇音乐剧 那种气势总是让她羡慕 黄湘莲强调 这次演出舞台上 将会有70多位 国乐队在台上伴奏 除了让酒味上台 好吸引的她不禁动心 这也将是属于台湾的大型歌剧演出 如今黄湘莲已经65岁 却依然拥有脚好身材 变成时尚阿摩现身了 黄湘莲四岁就跟着妈妈 到剧团客串演出 后来被歌仔戏名导 陈聪明发掘 在忠实演出《三校姻缘》后 一炮而红 之后改变戏路 由淡爵变为主角 在那年代中和许秀年 唐美云 许仙基等人 可说是撑起了歌仔戏半边天 黄湘莲曾和弟弟成立 黄湘莲歌仔戏团 致力于歌仔戏教学 推出演出 只不过在45岁那年 因为惨陪而收掉了 她无奈感叹 剧院演出 做一档赔台币两三百万 是环境比我退出的 真的赔不起了 她表示很羡慕杨丽花 到70多岁 还能回电视演出 去年她上节目时 以一席白色净装亮相 许久没在镜头前露面 却还是拥有较好的身段 稍微一用力 身上的肌肉线条就很明显 她不另惜展现好武功 直接现场就来劈腿 朝天灯 外加伏地挺身等高难度动作 让白冰冰忍不住问 你为什么还是小生 不是老生 你忘记老妈 虽然退休多年 但黄湘莲一直维持在52公斤 她表示身体已经养成习惯 每天都会勤做功课 早起先一姿马伸展 然后拿剑棍练身体 多年累积下来 身体比刚退休还要好 当时虽然年轻 但工作疲累 而且过劳 状况其实不好 如今精气神都足 加上清淡饮食 重训 皮拉提斯 40年前的衣服 我仍穿得下 黄湘莲的儿子是鸡尸 有三个孙子陪她 每天都过着寒衣弄孙的生活 除了在学校教课 她也跟上潮流 开了自己的频道 教敏南语 与歌仔戏 被问到孙子知道 她曾是大明星吗 她笑回 当然知道了 上网查就有影片 不过问他们 要不要练歌仔戏 都给我敷衍 阿摩我听不懂了 黄湘莲精实又健美的体态 两现场众人好羡慕 她自爆全靠每天固定练功 拉筋 劈腿是基本功 她强调人就是要动 在一旁的冰冰姐 也开玩笑说 为什么当年的小生 还是小生 不是老生呢 黄湘莲除了维持良好体态 灵活矫健的身手 也不输当年 不但现场重现歌仔戏身段 甚至还和包伟明 劈腿较劲 冰冰姐也怂恿康康露一手 康康却说 结婚前我是很会劈腿 现在结婚后不劈了 一番斗趣言论 校番在场众人 黄湘莲出生于台湾黎原世家 祖辈父辈都是歌仔戏明觉 四岁时就在剧场登场亮相 主持超过三十年之久 以英俊的扮相 灵活的身段 成为台湾家喻户晓的 当红歌仔戏小生 她虽身为女子 却经过不让须眉 用自己对艺术的热爱与坚持 成为台湾这首可热的歌仔戏表演艺术家 面对爱情 她更是依然放弃事业 与丈夫吴成文一起 经营幸福的家庭 67岁女星黄湘莲过去 凭着荧幕中的俊美伴享 掳获当代不少少女心 被誉为歌仔戏天王 近期她因演出妈别闹了的 比利昔日同窗 乌亚局一决 瞬间勾起网友满满回忆沙 近日她接受本报专访 吐鲁当年打拼心酸 因常年没日没夜拍戏 导致甲状陷重 颈椎痛 脑膜瘤 肺结核 白猴 又比恐惧症等 六病缠身 一度还瘫痪躺床半年 瘦到下半身只剩骨头 黄湘莲在当红年代 不仅演歌仔戏 还参与八点档电影演出 为了赶拍戏 一天只睡一小时 结果因操劳过度 拍摄一场空中一丝马戏 双腿一劈 净是坐骨神经歪掉 当场动弹不得 之后还拍摔马戏 重挫脊椎 颈椎 尽管如此 为了不耽误拍摄 她咬牙苦撑 天天到医院打泪固醇 后来医生警告她 再不开刀就会瘫痪 但她仍为了拍戏 并急乱投医 悟性偏方 找来吞拿尸 双腿一压痛到她闪尿 最后还是开刀治疗 病床一躺就是半年 黄香莲形容自己 是九命怪猫 二十二年前 她发现罹患脑膜瘤 为休养生息 她淡出演一圈 但从小到大 她劫难不断 儿童时期就有肺结核 白猴等病 五岁时 还曾不慎掉入渔池 在人烟稀少处 突然有人路过救了她 捡回一条命 还因拍戏颈椎受伤 完全无法当低头足 她平日也爱登山践行 但前阵子爬山 竟意外摔伤 膝盖鼓裂 幸亏无大碍 但每当众人夸他动灵 身材依旧窈窕时 她总苦笑 五脏六腑都坏了 窈窕玲珑的身材 配上轮廓分明的五官 面对镜头时 美与之间自然散发着 明星架势的自信眼神 尽管黄香莲早已是 家喻户晓的电视明星 胖顾间却常常不经意地 流露出林家女孩的 质朴率性 总给人留下亲和力十足的 活泼印象 从16岁踏入电视圈 凭借着先天舞台细胞 和后天自身努力 这么多年来 黄香莲在歌仔戏这条路上 从未停顿过一天 说黄香莲有先天的舞台细胞 想必和她的家庭背景 有十分渊源 她的父亲专攻小生 母亲唱小蛋 还有个金莹 光赛玉歌仔戏的外祖父 她的童年也因此充满了戏剧色彩 黄香莲自幼便特别爱好模仿 歌唱 尽管父母不忍爱女吃苦 还可以阻止她学戏 但终究挡不住黄香莲 对演戏的热爱 国中毕业那年 黄香莲从嘉宜北上定居台北三重 自己报考中式演员 从小配角开始一天天的磨戏 之后台式开播 黄香莲拜师陈聪明导演 黄香莲说 我的戏刚开始是电视导演陈聪明教的 我自己又跟着京剧老师学 最早时我被人家笑 说我是行家子女 演的戏缺这么外行 这么不好看 我就想 没关系 你们骂我笑我 我就当你们是在刺激我 有两三年的时间 我每天早上四点半 就会去新公园学练功 练善 也找京剧老师学台步 再练唱腔 这都是自我要求 在这个过程中 我没读什么书 为了要生活 要出人头地 我一定要爬上来 那决心支持着黄香莲 苦练之下 她的武生身段扎实 不论是跨步 走步或是弄善 都显得十分利落从容 她说 对我来说 身体上的劳累 那已经是稀松平常 就像吃饭一样 很简单 黄香莲有一种 追求完美的特质 学哥在戏是如此 平日里也对自己 要求严格 她随时都在整理身上 剪裁合身的衣服 和大家拍照时 也像模特一样 写写站好 把角度算得极其准确 后来 在陈聪明导演 严格的训练 以及多位前辈的指导栽培下 半向俊俏的黄香莲 因自幼耳濡目染 将让自己的身段记忆上的勤奋学习 很快就脱颖而出 受到大家的青睐 顺利成为歌仔戏的一线演员 江南四才子的唐伯虎 绝代双胶里的花无缺 大唐风云露的李世民 还有孟长军 臭头红武军中的皇帝 以及各种类型小生角色 黄香莲几乎都演过 可以说黄香莲就是天生吃明星这碗饭的 她的才华不仅表现在歌仔戏 在连续剧 主持界 歌唱界中 她也都有发展 正所谓既多不压身 在当时的环境 就是歌到现在 她的技能也是秒杀一众明星 在妈别闹了中 黄香莲饰演两性作家 与强人形象最终 在被拆穿遭家暴真相后瓦解 而真实的婚姻中 她2006年 与大16岁的中研院院士 吴承文结婚 因为陪丈夫到世界各地开会 人生到了50岁 才第一次出国 我们到美国 我完全看不懂地图 英文录名 街道也不知道 她就敢叫我开车 我也不想问 就自己学 尽管彼此学历 年纪相差大 但两人有共同兴趣 看歌在戏 老公也是自己粉丝 婚姻生活幸福美满 事业上红红火火的她 在婚姻上 一样幸福美满 在2000年千禧年的时候 黄香莲遇到了 生命中的真命天子 台湾国家研究院院长 吴承文 两人相恋多年 直到2006年 二人正式登记结婚 黄香莲与吴承文的婚姻 出来也蹊跷 吴承文的前妻 在生前 与癌症作斗争 躺在病床上的时候 从不看歌仔戏的她 居然迷恋起了黄香莲的歌仔戏 并对黄香莲的演技 很是赞赏 机缘巧合下 吴承文认识了黄香莲 后来 由于吴承文的母亲 是黄香莲的铁杆粉丝 为了给母亲的九十大寿 增添喜气 吴承文邀请了黄香莲的歌仔戏团 前来助阵 没想到 寿宴结束后 黄香莲非但不收吴承文的钱 还给铁杆粉丝 也就是吴承文的妈妈 包了一包大红包 二人也因此成了好朋友 在这段婚姻之前 黄香莲有过三次恋爱 并生有一儿一女 可能也是这个原因 黄香莲尤其重视 吴承文的婚姻 为了这段感情 黄香莲放弃了她的视野 放弃了她挚爱的歌仔戏 全心全意去经营 她的婚姻和家庭 黄香莲曾说 以前我为了生活 没有办法享受人生 没有时间去寻找 生活中的乐趣 甚就连地球的每一块 每一周应该怎么分 我都不知道 很可怜 现在我了解了 我很满足 我从吴院长那边 学到了很多 而谈到两人的相处 黄香莲的言语中 也透露出甜蜜与幸福 黄香莲透露 当初在两人交往时 刚好遇到歌仔戏 事业走下坡路 工作陷入瓶颈 吴承文劝她 上台靠机会 下台靠智慧 并告诉她 干脆跟我一起去云游四海 这样工作三十多年 都没休息过的黄香莲 毅然决然地退出荧幕前 黄香莲表示 吴承文很疼爱她 只要看到她心情低落 吴承文都会安慰她 我知道你的辛苦 我很佩服你 并常常赞美她 是一朵出于你而不染的莲花 如今黄香莲已经吸引二十多年了 今年68岁的黄香莲 依旧保持天天练功的习惯 身体相当坚实强壮 2019年 终是举行50周年台庆记者会 在记者会上 黄香莲更直接表演 低腿 蹲马步 一字马等绝活 她透露虽然歌仔戏团已经解散 但每天仍坚持活着 一定要动 除了练功外 她还会上健身房电瑜伽 拳击等 黄香莲分享现在的身体 比过去演歌仔戏的时候 还要强壮 而饮食方面 她则是以清淡为主 不过 黄香莲还多了一个新身份 她笑说现在自己的重心 都放在了网络上 转行当起了网红 主要教网友说台语 歌仔戏 黄香莲透露目前 已经做了一个多月 粉丝数大概有七八千 成果还算不错 黄香莲也不怕网红市场竞争激烈 自然频道有自我风格 不过她也感叹 现在真的没钱做 都是旗下的学生 来帮忙经营频道 看着如此开朗的黄香莲 祝福她在今后的日子 越来越好 身体越来越健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